- 环球网军事10月16日报道,日本查经新闻,4日援引防卫省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着,日本计划在海外建立首个永久性军事基地,地点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吉布旗。 报道着,目前日本在吉布提设有一个临时据点,部署着一艘驱逐舰和两架巡逻机,日本希望向吉布提当局租有大约12公顷的土地,建设营地、行政设施及仓库,该基地将用于打击索马里海盗。 - 对于日本为何要设立及不提基地,负责此项工作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稍下被船进三此前曾解释说,日本在这里部署基地,是为了打击海盗,也是为了自卫。 - 日本是个海洋国家,亚丁湾海盗日益长折令人担忧,每年有2万艘船只经过这个海峡。 - 经过亚丁湾的船只当中有10%来自日本,日本出口有90%,依赖这个重要的航道。 - 据此前日本广播协会NHK在2017年11月报道,日本政府2011年开始在非洲东部国家及部体,是立自卫队活动基地。 - 之后,日方拟职与西方谈判,谋求扩大基地面积,西方同意将近零基地三公顷控的租借给日方。 - 方卫省方面还表示,紧急将外新租界土地搭建基地围墙,建设相关设施,用于保护在当地周边国家被卷入武力冲突的不测事态的日本人,或者支援集军提高应对灾害能力。 - 2011年6月,日本政府在吉布吉国际机场西北,设立了自卫队活动据点,在约12公顷的营地中建设了机库和自卫队员宿舍等。 - 经过不断交涉,其方同意将近零基地东侧的三公顷控的租借给日方。 -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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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